前几天美国总统拜登正式签署法案 让6月节成为30多年来 美国第一个新增的联邦法定节日 6月节的名字Jim Tiff 来自于英语中的Jim和Nighting两个字的结合 这个日子被大多数的美国黑人社群 当成摆脱奴隶身份的独立纪念日 但为什么要选在6月19号这一天呢? 我们会在接下来的影片告诉你 1863年1月1号 林肯宣布解放奴隶宣言 主张所有美利坚联邦领土上的黑奴 应该获得自由 总统都宣布了 应该就自由了吧 并没有 当时的内战还没有打完 林肯的宣言解放不了全美利坚 所以没有办法用这一天当作纪念日 直到1865年4月9号 罗伯特里将军代表的南方邦联 才在维吉尼亚州向北方联邦军的格兰特将军投降 美利国内战正式结束 那应该就用投降的这一天当纪念日了吧 也不是 因为当时黑奴人数最多的德州 抽打的鞭子还是继续挥舞着 一直要等到1865年的6月19日 北方联盟将军格兰杰抵达德州的加尔维斯顿岛 发现当地续奴的情况还非常普遍 就马上颁布了一道将军令 立即解放当地所有黑奴 就这样 美国历史上长达200多年的奴隶历史才彻底结束 之后 获得自由的德州黑奴 在隔年的6月19日开始欢庆第一个6月节 这个活动也慢慢在全美各州扩散开来 一百多年后 1980年 德州才首次把6月19日正式定为官方节日 到了2008年 美国的50个州当中 大约有46个州 用不同的方式在纪念6月节 就这样咯 拜拜 别忘了帮我们点个广告